眼前一道光 開車縱死阿嬤 一名39歲的王姓女子 1號早上 開車到雲林林內鄉中正路口時 竟朝著一棟民宅直接衝撞上去 她根本沒轉彎 她一樓 直直撞好 很快 還跟我弄到 冬節是很大聲 當時一名73歲的鄭姓阿嬤 正在家門口洗手 就這麼被車子輾過 照是你駕駛驚慌失措下車 蹲到地上看到阿嬤被壓在車底 慌張求救 如果民眾連騎士連忙停車過來幫忙 十幾個人合理將車子翻過來 但阿嬤已無生命跡象 綜衣不治 車身還沾滿血跡 講到事發經過 鄰居還心有餘悸 阿嬤的家人 怎麼也想不到 在自家門口也會被車撞 這幾個車子已經被撞了 水頭頭已經完成了 對 水頭頭 仗是駕駛工程 當時他只看到一道刺眼的光線 不知為何撞上民宅 警方懷疑 因是疲勞駕駛造貨車禍原因還要調查 董新聞 雲林報導